大家好 我是郭彦牧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一 良言难劝该死鬼 慈悲不渡自绝人 520本该是个喜庆的日子 然而520也是每四年 台湾省新任领导人上台演讲的日子 赖清德在520的演讲充分演绎了一句话 癞蛤蟆趴脚面上 他咬不动但能恶心 赖清德晦气 国台办和新华社立刻做出回应 严厉的批判了赖清德的台独演讲 并警告玩火者必自焚 不仅官微 绝大多数自媒体也同样表达了愤感 可以说赖清德的520演讲就是一个分水岭 事实上就在赖清德发表520演讲的前一天 也就是5月19日 中国海峡研究院就已经发布了一个 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坐标性 2024两岸关系风险指数 指数中提到2023年海峡两岸关系风险指数 达到了惊人的7.02 相较2022年的6.90显著增加 不难预见 从2024年5月20日开始 两岸关系将会出现重大转变 局势会越来越紧张 在以赖清德为首的台独顽固分子的持续挑衅之下 两岸关系的风险指数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 回顾过去十几二十年来的两岸关系 我觉得我们大陆这边真的是情面给足人质易尽 该说的好话都说了 该给的红利也给足了 一边道德劝说 一边真情流露 然而台湾省这边的发展方向 却是从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 到蔡英文的隐形台独文化台独 最后演变成现如今赖清德的以美谋独 以武谋独 就过去16年的两岸关系的发展过程来看 不得不说 对我们大陆民众而言 所谓之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 是令人失望的 回顾一下过去的16年 台湾省内部几个主要的政治力量 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变化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 在马英九时期 蓝银里面的深蓝 在两岸同是一个中国 这个认知上是没问题的 他们和大陆的分歧点是谁才是正统 经过了这16年 深蓝被蓝银内部掐灭 今天国民党的高层 其实已经是国民党本土派掌权了 无论是朱立伦也好 还是江启臣也好 他们即使今日的行为和语言 已经和早期绿云政客 没什么本质区别了 历来讲究派系和出身的国民党 在2024台湾岛选举中选择的 竟然是出身于绿营的侯友宜 这充分说明了国民党成色的演变 蓝银绿了 但再绿还能比民进党绿吗 所以选票政治里常见的 政党轮替执政并没有发生 赖清德这个台独顽固分子归孙子上台了 马英九时代超深蓝 有一点点泛红的新党 还有立法席位 蔡英文时期 新党虽然最后选票失败 但至少还有能力出来选 今天新党已经无力参选了 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 新党已经死亡了 取而代之的第三党是柯文哲的民众党 柯文哲全家都是深绿 但表面上却装作奇强的样子 只不过是为了骗对蓝绿都不满意的 那群台湾老百姓的选票而已 柯文哲和这个民众党是很典型的投机派 所以过去这16年 台湾的蓝银绿银绿银绿的发黑了 本来泛着一点点红的新党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实际深绿 但表面奇强的投机者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大陆掏心掏肺 又给了这么多红利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是在中美关系 美国海权地缘政治等这些方面上 当然仅仅从两岸关系来说 或许是我们大陆把他们想的太好了 胡萝卜给了大棒没准备多少 大陆给的胡萝卜 台湾岛上的蓝银绿银 首先是自己吃个饱 手指缝里露下去的时候 蓝银对着台湾民众说 你们看要不是蓝银的两岸政策 哪来的胡萝卜 绿银对着台湾民众说 你们看绿银的两岸政策和蓝银的不一样 不也一样有胡萝卜吗 其实之所以有胡萝卜 就是因为有绿银 不然大陆凭什么给胡萝卜呀 我们大陆就是把这群人想的太好了 胡萝卜给的太多 大棒抡的太少了 都给这群脏心烂肺的阿扎玩意儿 灌出毛病来 良言难劝该死鬼 慈悲不度自绝人 赖秦德公开宣讲以美谋独 以武谋独了 事已至此再去纠结也没用 同志们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想好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二能合则合 不能气短 要战就战 切莫手软 最直接最清晰的方式就是向赖秦德 向以他为首的台独顽固分子们 好好展示一下以美谋独 以武谋独的后果是什么 用他们能够看得懂听得懂的沟通方式 让他们想清楚为什么明完不化只有死路一条 让他们意识到全体中国人民追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到底是有多么的肩不可摧不可撼动 5月23日至24日 我东部战区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 代号联合力剑2024A的联合演习 包括陆海空火四大天王在内的各大军兵种金锐进出 特别是东部战区发布的这张演习区域示意图 就是在告诉以赖为首的台独顽固分子 什么叫做探囊曲物 什么叫做四面楚歌 什么叫做地动山摇 什么叫做穷途末路 我们可以从演习区域示意图中看出以下几点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我们此次演习特别针对的台南区域 为的就是震撼这个台独顽固分子大本营 从军事战术的角度来看 针对高雄一带的演习 针对花莲区域的解放军海空域模拟打击演练 则展现解放军可以同时从多角度多方向封锁台湾军港 打击台湾军用机场拿下台湾区域内的支控权 从经济角度来讲联合力建2024A的演习区域布置 也是在告诉台独顽固分子 我们有充分的能力可以一瞬之间掐断台湾对外的贸易 也有能力随时随地阻断台湾购买能源的海上运输线路 你赖清德想以美谋独以武谋独 根本就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匹夫汉大树可笑 我自量 我们就是要用这一次演习告诉以赖清德为首的台独顽固分子 我们的人民军队随时都可以像包饺子一样 把小小的台湾岛给团团围住 万能阻断美日等域外势力给岛内台独顽固分子的物资支援 内可封锁台独顽固分子向外流亡的窜逃路线 东风快递 揣门神器 中华神盾 亮大广宝 炸弹卡车 登陆猛将 为什么东部战区公布的这组越海杀器五倍海报 用的全是繁体字 说白了 不就是怕他们的目标受众 看不习惯吗 既然你赖清德铁了心 要当不要体面的赖蛤蟆 行啊 那这次就换我们 用你们能听得懂的语言来和你们沟通 东部战区的将士们趁东风踏距浪而去 亲自出面去帮你们体面 批判的武器终究替态不了武器的批判 和平始终都是我们的至高追求 但是和平终究只存在于武力的见风之上 不敢论战 何以迎合 因此我们应该时刻做好两手准备 能合则合 不能气短 要战就战 切勿手软 我始终认为台湾问题就是中美胜负手 就是我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转折点 完成祖国统一 实现中华复兴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同胞们准备好了吗 题外话 今日呼唤诗大将指缘腰拨又重来 说来凑巧的是也是在52年这天由郑宝瑞指导杜嘉义监制的电影《澎湖海战》正式发布了他的第一张宣传海报以史文件 上书三行大则 康熙22年 师郎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 据悉 目前电影正处在筹备最后阶段 万事俱备 5日即将开拍 澎湖海战以我国历史上的真实战力 澎湖海战为创作蓝本 故事背景设定在1683年 以时台湾岛内的正式集团已是日国西山 内部人心涣散 狼心狗肺之徒 滚滚当朝 奴言蔽息之辈 纷纷秉政 逆贼败党 常怀分江列土贼心 步步紧逼 康熙皇帝多次前史和谈 为国 所以毅然命令 师郎率福建水师东部决战澎湖 完成国家统一之大业 据史书记载 康熙22年6月14日 师郎率军从福建漳州同山岛出征 历经6日大战 终于1683年7月16日 率师击溃正军刘国宣部 示意师郎所部 共击毙击伤正军1.2万人 扶5000余人 击毁缴战船190余艘 几方阵亡329人 伤1800余人 澎湖一战 刘国宣见大势已去 最帅残部从北面后门 退往台湾本岛 澎湖各道的正军残部 则纷纷向师郎投降 此战过后 师郎暂缓海战 转而攻心 师郎在澎湖禁止杀戮 张榜安民 发布安抚书城市 并下令医治受伤正军战俘 给衣给粮 与此同时 师郎积极拉拢 正军各部将领 发展内应 为日后的大战做好准备 澎湖海战惨败 消息传到台湾本岛 正式上下人形惶惶 为苟言惨喘 有人提出转禁与宋岛 呼应远征军只顾抢劫逃亡 该计划遂被刘国轩数值高谷 7月21日 宁靖王朱树贵辞议 9月3日 师郎率军登陆台湾本岛 刘国轩自知大势已去 所以力劝正式集团 末代领主郑克爽投降 9月5日 郑克爽向师郎正式请强 并于10月8日替发一服 至此 统治宜州长达60余年的民政集团 正式宣告灭亡 台湾这颗孤悬东南一域的沧海遗珠 也终于在流落天涯上百年之后 重新回到了大陆母亲的怀抱之中 台湾至于我们的重要性 师郎在当年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盖仇天下之形势 必求万全 台湾一地虽属多岛 实乃四省之要害 此城天已未辟之芳鱼 自华夏东南之保障 永绝边海之祸患 其乃人力所能及业 避雪担心 赵日月千秋中意养私人 经欧不缺 西京日 国土分离万不能 一谎言 我们距离当年师郎输台的日子 已经隔了整整341年 简断云霾 天愈小 化开时代 气方心 同志们 该我们上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今天